晚間的一八零零 我們持續要聚焦 今天晚上的政壇話題 其實距離投票大選剩下三天時間 您看到現場這個畫面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今天還在高雄故莊 展開一整天的車嫂以及拜廟 希望說可以拉近 跟這個賴清德之間的得票率 那事實上侯友宜現在也要再度喊話 藍白支持侯康佩 不要保送賴清德 對於中國發售衛星 國家警報大象侯友宜 他也有話要說 3號侯友宜開國謝謝 侯友宜站上掃街車 從鳳山出發 一路往三名左營的方向前進 所到之處 支持者熱情揮手 選戰倒數三天 侯友宜展開鐵人行程 一場比一場還要趕 從一早的小港拜廟行程開始 從早到晚連拜五間廟 幫自己顧票最強母雞 侯友宜也逐一替黨籍立委候選人 拉台聲勢 侯友宜 從菜市場早市到黃昏市場 有支持者送上菜頭 蔥蒜和粽子 祝福高票當選 侯友宜也盡力緊握每一雙手 最後關頭全力催票 而對於侯友宜自己提出 未來當選會組聯合內閣一起藍白控制 被對手柯文哲反槍 是操作氣保手段 侯友宜則喊話 對於9號下午 國防部發布的國家級警報 也逮到機會痛批中央政府 帶頭製造假訊息 侯友宜高雄行程車嫂拜廟及菜市場 行程相當緊湊馬不停蹄 希望在南部將差距拉近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